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无固定目标 从1999年4月到今年6月 十三名妇女命丧这个心理变态的男子之首 其中武汉四人 另有多名女子被其杀伤 短国城 男28岁 驻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 无业 十三岁的时候 因盗窃罪 被判入少管所三年 在所内因违反监规 被夹刑两年 出狱之后十八岁 又因抢劫 被判刑五年 她性格内向 没有特点 没有爱好 没有恋爱过 但是有酗旧 嫖娼 赌博等恶习 警方这样分析说道 她整个青少年时代啊 都在监狱里渡过 长期封闭 不能与人正常交往 这可能导致了 她的人个扭曲 8月10号 岳阳市公安刑警支队重案队 义队长一行五人来到了武汉 协助抓捕段国城 义队长告诉记者说 段国城在岳阳作案40多期 其中9名岳阳女子被她杀害 第一起是1999年4月4号三世 岳阳楼区雪土坡 一个30多岁的下岗女工 被她先抢后杀 第九起是今年2月16号 岳阳楼区五里牌 一个30多岁的女子进家门时 被她抢走4000元现金 一部手机 然后被杀死 胆丸之地 九女被杀 杀人狂 制造了一个神话 当地人一提起她 莫不心惊肉跳 她有一个像黑老大一样的绰号 段爷 一段时间一来 岳阳警察碰面打招呼的话是 段爷抓到了吗 这期间 岳阳警方一直在追捕她 曾经追到了藩鱼 但是一直没有抓到 2001年1月 她迫以警方追逃了压力 逃到了湖北监利的亲戚家 带着亲戚给的300元钱 她逃到了武汉 重操旧业 段国成祖籍湖北监利 小时候跟随父亲落户岳阳 段国成的双亲都是老实人 但是常常因为家庭所事而言语不合 以至于一家人多年不在一张桌上吃饭 造成她冷漠人士 仇视社会的性格变异 小时候啊 段国成就经常小偷小摸 七八岁的时候 父亲为了让她改造恶习 曾经用老虎钳子 将段国成一只手指 夹遍了刑 十三岁还上小学的时候 她就因盗窃 被送到少管所管制五年 后来因为表现不好 又延长了两年 从少管所出来之后没多久 她再次因盗窃罪被判凶五年 段国成25岁出狱之后 社会并没有抛弃这个曾经走上歧路的年轻人 她老爸段宋清 所在的新城事业公司 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 公司副总经理鲁根林介绍说 在公司里呢 每月段国成都会有几百元的收入 但是十二年与社会隔绝的生活 她是越学越坏 当再次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 她依然失去了 与社会正常沟通的能力和完全的人格 段国成自己对当地媒体记者说 她没有朋友 而自己人很单纯 所以总被人骗 干什么都不顺 段国成交代 1998年开始 在湖南岳阳抢劫作案 刚开始并没有疯狂的残害女性 只想抢钱 后来有一次作案是 女受害者尖叫呼救 令她感到极度的恐惧 便要立刃将其杀死 此后段国成对受害者的尖叫 感到既恐惧又兴奋 并且扮有莫名其妙的愤怒 对方尖叫不停 她行刺的刀就不会停 6月2号 她在武汉市武昌 寒三宫附近 将21岁的女青年陈某 狂捅38刀 胸背部刺成蜂窝状 就是因为 那个女人尖叫不停 而且她说 女人衣服很薄 捅人石 刀锋 有特别轻快的感觉 她杀人后 不慌不忙的离开现场 回到旅馆之后 才洗掉身上的血迹 从1999年到今年 段国成在湖南作案 50多起 仅目前能查实 死于她刀下的 就有9人 1999年4月4号凌晨 50左右 岳阳市市组工会的门前 一名年轻的女子 在回家的途中 被一名男子用刀杀死 2000年2月23号 早晨5点 一名47岁的女子 晨练时 被歹徒连刺25刀死亡 2001年2月16号 凌晨一点多 一名女子 打麻将回家时被杀 包内4000余元现金 以及手机被抢 2001年5月7号 零时40分 华庄村47号 某高校的宿舍 一名24岁的女大学生 成为武汉首例 段国城的遇害者 一个粗壮的男子 持大块水果刀 将其捅死 抢走其皮包 里面有上网卡 钥匙等 并对死者 卫披了一番 所案现场 警方查明 该女子 系公安线人 遇害时穿牛仔服 身体无暴露不畏 此案立刻引起 省市警方的重视 陈迅秋 程康颜等 多次做出指示 武昌警方成立了 以局长 夏建忠为首的 40人 侦破的专班 此案定为 武器命案 按照上级 命案必破的指令 对辖区内 常驻 赞助人员 进行地毯式的摸底调查 段国成这个时候 栖身于一些小旅士 在首义 梁道 紫阳 三条街上的 贝街小巷内活动 他化名为胡城 持通城县的身份证 频频更换住处 警方视线 远微落到他的身上 他的胆子 还特别的大 此后近30天内 他用同样的手段 作案武器 导致三女死亡 两女重伤 5月9号 014时分 梁道街 一个小巷 他尾随一名 20多岁的女子 从其身上 抢走2000元现金 然后将其逼到角落 拿刀预砍 女子本能地伸手自卫 一刀砍中手掌 这时候 两名居民经过 女子呼救 他仓光逃走 5月25号 1时30分 梁道街 一个小巷 又一名 20多岁的女子 被他砍伤 6月1号 0时20分 紫阳街 金水渣 11号 一名 40多岁的妇女 从外打麻将归来 她上前抢劫 妇女呼叫 居民区 有人赶来 她最将妇女杀死之后 逃走 放弃 抢劫 6月2号 3时15分 梁道街 寒山宫 一个外地大工妹 下班 回到租渡地 她埋伏在黑暗门洞里等她 女子强烈反抗 身中三十毒刀之后 死去 一位警方人士 后来说 她仇视女性 特别是喜欢反抗的女性 越反抗 她就越疯狂 6月3号 20时15分 奇艺街 111号 一名 20多岁的外地女子 是最后的一名遇害者 她在某机关宿舍外 被抢劫 又被拖进院内威胁 最后被杀死 变态恶魔的疯狂暴行 震动了岳阳市 许多女子不敢走夜路 岳阳市对此高度重视 并公开为群众恶魔 悬赏20万元 通过大规模的气质调查 2001年2月16号 最后一起相关案件发生之后 岳阳警方采取高科技的手段 从死者被抢的手机上发现 犯罪嫌疑人 就是岳阳人 段国成 就在警方加大排查力度的时候 段国成意识到了危险 迅速逃离岳 今年三月底 她窜着武汉 先后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 多个小旅舍住住 在熟悉了周边的环境之后 她再次举起了罪恶的土刀 她一般白天睡觉休息 夜晚外出 碰到合适对象 就随时下手 还经常换居住地 先后在武昌 民主路 紫阳路等地居住过 据她自己交代 在武汉 抢劫作案 超过二十起 目前 查实的 五期系列案件 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确定凶手 就是段国成之后 岳阳警方迅速地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 通缉令 注明了犯罪人的特征 身高一米七二 分头 方脸 小眼 体胖 肤白 左腹部 又束后疤痕 性格内向 为人凶狠 外逃时 迟疑划明 胡城的假身份证 8月12号 岳阳警方在与武汉警方 互通情报时 断定武汉 五期系列杀人案的犯罪 嫌疑人 就是段国成 根据岳阳警方提供的嫌疑犯的特征 以及划明 武汉警方立即行动 8月10号早晨8点钟 武汉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的详细资料 拟定了40份协查通报 立即分发到辖区内所有的招待所 10分钟之后 719招待所收银员于敏即打来电话说 在翻查账本的时候 发现311房住客姓名正是胡城 而且此人情况与通报描述极为相似 武汉分局方所长 接到信息之后 立刻协同8名便衣警察 火速的赶往719 前后仅5分钟 经过严密部署 及该招待所员工的权力配合 将变态杀人狂 断活成抓获 曾经魔爪逃生的人们 以及受害者家属奔走相告 武汉的天空在人们的眼里重新晴朗起来 7月13号晚 北京深奥昌宫 江骑着摩托带着妻女吃夜宵 4日凌晨2点回到小区 江到车库里存车 他的妻子抱着沉睡的孩子 在休息以上等候 这个时候 一个陌生人冒了出来 一再追问 他是否是一个人 借助微弱的灯光 他见到此人 身着黑色的T恤 西装短裤 脚穿球鞋 见到丈夫好半天 没有过来 他想起了传闻中的杀人狂 于是抱着孩子 往车库方向跑 陌生人迅速起身 追了过来 这个时候 他的丈夫从车库里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夫妻两个人也不能寐 怕变态恶魔 已经盯上他们 而会再来 小滩把许多生意推了 把所知道的公安部门的电话 全部输入到了手机里 路上看到乡象的人 就向派出所报告 妻子小刘 则经常在噩梦之中惊醒 总感觉到窗外有人 当小谭看到报上 刊登 五七夕的杀人案犯 协议人照片时 一眼就认出了 就是他 一天里 他接到了不少好朋友的问候电话 祝贺他 终于摆脱梦魇 他说 非常感谢公安干警 让他们重新得到了安宁 据悉 8月13号 公安部专门来电 对成功破获 五七系列抢劫杀人案 表示祝贺 湖北省很多领导 和各级公安机关 和直接抓获犯罪协议人 段国城的民警 给予了高度的栽养 湖北省委常委 省公安厅的厅长 陈迅秋 为侦破此系列 抢劫杀人案的民警 颁发了加奖令 和七万元的奖金 加奖令称 此案是即侦破武汉 三二六恶性敲诈案 四一七 南京路特大持枪 抢劫杀人案 六二武汉将渡船 特大杀人抢劫案之后 成功破获的 又一重大案件 再一次 充分展示了公安民警 敢打硬仗 攻坚克难的精神风貌 是公安机关 正确运用侦查手段 和谋略的 又一成功范例 特别对武汉市公安局 武昌分局 专案组和民警 罗毅刚 方言生 张德华 朱江 陈伟年 颁发加奖令 武汉市领导 向专班的民警 再次颁发奖金 十万元 719招待所 发现段国城 踪迹的收银员 于敏 因为即使给警方 拨打举报电话 也喜获 两万元大奖 好 好 感谢观看